接著轉換焦點帶大家來關心白沙屯媽祖的最新進度 他在24號凌晨子時的時候 是在朝天宮舉行了異火 也就是所謂的掛香儀式之後 他是立刻起駕回程了 而且回程是非常的急行車 經歷了42個小時之後 他在昨天傍晚6點多的時候 是返回到通宵鎮的慈後宮駐駕 那在今天上午7點的時候是起駕繼續回籃 在今天早上8點20分的時候 然後他抵達秋冒園對面的空地要來進行換教儀式 從原本是4人做一個比較輕便的神教 換上了這個要8個人來台的這個華麗的八台大教 那在競香期間跟媽祖一起共乘的酸兵馬 也在這個地方換成了自己的神教要來回宮 廣天宮媽祖24日凌晨子時在朝天宮舉行掛匯儀式後禮及起駕回程 歷經42小時機行軍25日傍晚6點返回通宵鎮 童灣里此後宮住駕 媽祖鑾駕於今天上午7點起駕繼續回宮 8點20分迪達秋冒園對面空地進行換教儀式 廣天宮媽祖從4人康的清便神教換成華麗的八台大教 競香期間共乘的山邊媽祖也在此地換成自己的神教回宮 地方居民也會依勋往映準備飯單位勞姓眾與工作人員 預計下午2點35分風光回宮 而在這個競香過程當中啊 不是很多人都會到了這個現場 就有很多休登咖 鄉登角他們要來跟隨白沙屯媽祖起駕嘛 那其實呢也有不少的民眾他們是開車到現場 就要讓這個走不動的信徒可以搭便車 不過呢這位名信徒啊他叫做白馬哥 他今年呢也是特地把自家的車子打造成了這個白馬專車 還在上面寫說請上車 就是想要讓大家這些香燈角啊 如果走了比較累的話可以上他的車來休息一下 但是呢之後他才發現他買錯筆了 這些字呢寫上去之後再也讀不掉 讓他非常的尷尬 非常尷尬 白馬哥在臉書 白沙屯媽祖全球徒步聯誼會發文分享 說他自己走了三天拔沙屯媽祖的淨香活動 也開車載了沿路疲憊的香客三天 為此他還特地的在車身上寫上 請上車 上車吧 不累嗎 別撐了等字眼 方便民眾辨識 不過大葉坦言 隨著淨香活動進入尾聲 自己才發現原來這些字體完全擦不掉 因為自己當初買筆的時候 買到了不易去除的油漆筆 讓他欲哭無淚發文求救 而貼文一出就有不少網友紛紛留言說 媽祖伯的意思是要你明年繼續啦 感恩有你喔 還有人留言說 媽祖的每年口袋名單就是你了 這是你的使命 截止吧 而白沙屯媽祖今天預計是要回到苗栗的拱天宮 不過今天早上就有民眾透露說 自己才剛走完了急行軍 結果就碰見了不老男神王世賢 網友透露在今天早上 他在白沙屯媽祖全球 徒步聯誼會當中PO出照片 笑說自己隨著白沙屯媽祖走完急行軍 接著又巧遇不老男神 說自己值得了 於是興奮拍照PO網 就引起了大票網友圍觀 直喊羨慕 只見王世賢在照片中穿著白T 微笑著與現場的民眾打招呼 感覺十分親民 而網友們也湧入留言直呼 文青淑就是帥 來看看神教的雕工 有人留言說 國民阿書位真的是帥爆了 那白山屯媽祖他的活動即將快要結束了 那他其實為期九天八夜的淨香活動 那他在回程的路上其實都很少停下來 不過在24日傍晚大概六點左右 媽祖鑾叫經過一對新人的時候 他竟然突然回頭 而且還特別停下來 讓這一對新婚夫妻請吃喜糖 而且整個鑾叫更是搖晃了二十秒四伏 讓很多人看到都覺得相當羨慕 謝謝媽祖 接著轉換焦點 要帶大家持續來關心水源奕平的涉賭風波 洛杉磯鬥騎隊的大鼓翔平 今天是召開記者會親自出面 說明了他的貼身翻譯水源奕平 近日鬧出了這一起涉賭風波 他強調自己從來沒有涉入之外 更透露水源奕平當時騙了他 說不是為了自己的債務偷錢 而是為了要幫朋友還賭債 首先我自己是在賭什麼 或者是在賭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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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職棒大聯盟球星 大鼓翔平的隨行翻譯水源奕平 近日被爆出 偷大鼓翔平的錢去賭運彩 金額更高達1.4億元台幣 對此大鼓翔平 今日召開記者會 澄清自己完全不知情 並指水源當時對他說的全都是謊言 大鼓翔平表示他是在韓國首爾海外開幕戰首戰後 才第一次得知水源奕平有債務問題 不過他只說是幫朋友還錢 而不是處理自己的債務 球隊會議時水源奕平用英文跟大家說明債務的事情 但沒有翻譯成日文 大鼓翔平並沒有完全聽懂 只知道大概和賭博有關 直到隔天大鼓再追問水源奕平 他才承認了自己在外面欠了一屁股賭債 還跟大家說是大鼓翔平幫忙還錢的 後來水源更接受了外媒ESPN的專訪 還跟媒體說大鼓幫忙還錢的事情 兩人已經有溝通過了 但大鼓翔平反駁 表示水源奕平說的一切全都是謊言 水源從來沒有跟自己說過自己會賭博 更沒有告訴他欠債的事情 所以自然不可能同意幫水源還債 更沒有同意讓水源把賬戶的錢轉給博弈公司 甚至水源接受採訪也完全沒和他說 還對整個到齊球團撒謊 我自身也信賴的過程 很悲傷 水源奕平陪大鼓翔平在國外打拼這麼多年 本該是大鼓最信任的人 如今不僅違法遷堵 還偷大鼓的錢去還債 甚至對所有人說謊 讓大鼓翔平既震驚又難過 大鼓也強調將事件交由律師處理 並努力配合警方調查 而對於水源奕平的風波 大鼓翔平也透露了自己一周的心情 他說如果是說震驚的話 可能不太準確 我覺得這個很難形容 非常難找到一個適合的形容詞 自己過去一周以來 一直都處於這種難以言喻的感覺當中 心情相當複雜 正直ショックという言葉が正しいとは思わないですし それ以上のうまく言葉では表せないような感覚で この一週間ぐらいはずっと過ごしてきたので 今はそれをうまく言葉にするのは難し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ただもうシーズンも本格的にスタートするので ここからは弁護士の方々にもお任せしますし 僕自身も警察当局の協力に全面的に協力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なので気持ちを切り替えるのは難しいですけども シーズンに向けてまたスタートしたいですし 今日まずお話できてよかったなと思っているので 今日は質疑応答はこれが今お話できる全てなので 質疑応答はしませんが これからさらに進んでいくと思います お話しします お話し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